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集我們的陣容又不同了 今集Billy去了上海 出街的時候可能不回來 但暫時還未能歸隊 我們很久沒見的房中圍終於回來和他一起做節目了 我們很多球員可以輪返的 但跟大家澄清一次之前 有幾個星期有些球迷見不到房 房是否轉為客席嘉賓 其實不是 但知道房中圍有很多節目 看電影那邊也有 還有看電影 自己的頻道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最近房中圍也自己開了一個個人的YouTube頻道 叫做房中圍足球分析評述 那些朋友如果在聽YouTube的話 想支持房的可以在那裡訂閱一下 現在暫時有千多人 對房的號召來說算低 所以大家多點在那裡 除了聽本地球可以在我們輝福本地球之外 他自己那邊也有說本地球 也有說很多不同歐洲的直播 他會做直播和陪著各位 大家有興趣的 想聽一下外國球 聽聽房的深度分析 可以進去看看 上個星期就先回應網民的要求 我記得上個星期出了節目之後 很多人就說要求入群組 我一邊爬頭 什麼群組 我都忘記了 原來是跟Wingo 關於Wingo 話說上個星期Wingo做節目的時候 就說了關於香港隊 對不起 我錯 如果大家有興趣在卡塔爾 即是亞洲配決賽州有興趣 有一個叫做癡善老群組 大家可以留意 大家怎樣可以加入這個群組 大家可以說一下Wingo 大家只要去KK園區 不是說笑 去大國 我會看上一集的留言 然後我會PM大家 應該都是有一個 invitation link 大家按進去就可以了 加上入群組也是為了一件事 就是明年看卡塔爾決賽州 這又關於房事 因為房是卡塔爾達人 不過大家入群組的時候不用急 因為看完這兩場 不知道有沒有人開始靜靜地入群組 開始瘦瘦瘦 可以看伊朗那一場 才決定你不入群組 因為決賽州都是伊朗 記住門票已經開售 發售中的 另外那些機票 據身邊的物友說 就好像八千多 住宿真的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是跟 世界杯安排的球迷村 但是我不知道 亞洲杯有沒有安排球迷村 應該也會有 但我就沒有搜尋 未必那麼大規模 但可能那個東西還沒拆 也不奇怪 不過現在我們的團友 開始自己在找酒店 目前為止 都可以預約到 現在開始升價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的 都差不多下去了 因為現在一間房 平均每晚 每晚三百多元起跳 到千多元 但我價格升得很快 因為很早 再早兩個月已經開始看 那時候真的很便宜 因為世界杯的時候 供應足夠的 但也開始多了 我想開始多球隊 要預約酒店 尤其是一些比較大的 它有健身房間 那些酒店 其實很多都已經被球隊 鎖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 住得招職 吃得招職就沒有了 沒錯 吃就真的挺難招職 吃酒真的 只是羊 我跟大家說 雖然人人腸胃不同 但我當日吃了一杯 我接近有四至五天 是無法暢順地派變 即是便秘 太多沙 塞住了 有得去 但就不爽朗 阿房未歸你之前 我就斗膽 在你未回來之前 答應了球迷 有一集專門說 卡塔爾特輯 即是我們專門找一集 到時跟大家說一下 去卡塔爾有甚麼準備 到底是怎樣 或是收到風 甚麼票價等等 球場 交通安排 到時我們再做一集 在亞洲杯決賽周 一月之前 答應了大家 不過今集 我們回到言歸正傳 大家很關心 香港隊 在世界杯的外圍賽 第一圈 對著不達 不過這一節 我們還未講這場球之前 我們先講講本地球 因為本地球 因為香港隊的賽事 都影響得很厲害 很多球隊隔了一個月 沒有比賽 有些是一週三賽 踢到殘的也有 坐到累的也有 但我們也不能忽略本地球 講一講 今個星期 剛剛踢了四場的青年杯 一場的竹總杯 竹總杯 開落 大家瘋子佬球迷 看到人都瘋了 基本上 上個星期 好像早上兩個星期 踢銀牌加本地球聯賽 今個星期又輪到竹總杯 加青年杯 即是你稍微 精神分裂 你都不知道哪一隊打哪一隊 即使你背得到比數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比賽 對 好像一個例子 剛剛過了一星期 李文對了北區 就是青年杯 踢完 下一回合 即是這星期六的賽程 又是李文對北區 不過就是竹總杯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搞錯 究竟這場合不加時 自己看清楚 還有那些Kids Manager 如何確保 他的球衣釘章 不會釘錯呢 這場是竹總杯 你這個不是Spratling Cup 什麼不一樣 Spratling Cup 你想怎樣 或者銀牌 所以大家不要看球迷 可能工作人員也要小心一點 跟大家報一下賽果 首先香港U23 應該是黃國場 對著深水埗 深水埗有個不錯的結果 1比0 就淘汰了香港U23 這場是聲耀入球 即是入球之後 又是做一些叫大家收聲的說話 因為其實近期聲耀 從季初開始都受盡批評 其實都不是這個季初那麼簡單 上季開始 自從他離到深水埗之後 都被受批評 這個入球也相當漂亮 第一個入球是吧 是頂級聯賽 還有深水埗有幾個新加盟的外援 先後兩相 千萬多 是媽仔 是不是立花 TWINS 蔡伊維亞外援 有些新鮮感 其實深水埗現在是杯賽專家 他只是杯賽才會贏球 足總杯又贏 兩場贏球都是杯賽 不過因為對手 香港U23 之前贏了港會 所以回到聯賽 其實下一周回到聯賽 對著晉鋒也是這些典型六分球 就是大家半斤百兩 也都看著目標3分 那場一定要去 是吧 晉鋒表示震驚 晉鋒 晉鋒是不是你 你就隨身看了 當然要 這場一定是這個星期 即是我們每年都會記錄一些焦點大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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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必去 那這場有沒有發香區才能 是 我們要問一下主隊 晉鋒不是主隊 哦 這樣就要深水埗回去 不過巨民不是 巨民是真的 是 早兩三個星期 深水埗其中一個合作的贊助商 好像巨民會在這場 目標這場就會有些 貪圍遊戲或者是有些相關活動 安排 那其實 為什麼選這場呢 是不是你那些 又被呂圍那些 不是 我不知道 詳細大家入場可以再留意一下 但是為什麼選這場 很明顯 就是會選一些 在主場 有機會 可以有好成績 或者好結果的賽事 當然選對著晉鋒 或者香港U23 或者港會 難道選對潔志 你明白嗎 不怕現在對潔志有機會 也不怕 李文也不怕 對 賽程稍後再說 但是這場就叫深水埗可以晉級 沒錯 就叫做衝起一下 其實深水埗都脫了一輪 尤其是季初都令到高Sir很頭痛 希望這兩個賽爾維亞的孖仔來到的時候 一個前鋒 一個中場 可以希望有一個新的衝擊給大家 不過我一開始就以為是新簽了新外援的舊 就知道了 我覺得一般的舊外援可以不用用 誰知道這場又有紅牌 阿浦 每一場都會有些驚喜給你 William 但是沒辦法 我想這個時間都頗考椰汁的功力 老實說 面對著一個頗大的逆境 希望在杯賽中贏了兩場衝起一下 你說深水埗要在杯賽中打什麼成績就多餘了 不過純粹是贏一下球 叫做拿回比賽的信心 讓球員知道自己是贏到球 我覺得最主要是吸引球迷入場 始終都是深水埗 我覺得這麼多隊做地區的 深水埗最有心經營地區 而且的確深水埗的叫做力和他的成績 你看到有個反比 深水埗每一次入場 你都會看到很多球迷和熱情 你看到他們真的會 什麼叫熱情的球迷呢 除了無條件來支持球隊那些 真的看到你踢得不好 真的會吵那些都是肉緊的球迷 即是我們 所以深水埗 你也是流浪球迷 我一向流浪球迷是死忠 誰說我常常冷嘲熱奉他 無論如何說深水埗 我覺得深水埗很值得 有些好球來留住球迷 不過話說你講到入場人數 這場也有些慘不忍道 入場人數230人 扣票人數136 整場球在旺角場的收入是6000元 我相信場租也糟糕了 燈錢 所以幸好開三點 即是叫做收場 又不用加時 都還沒開到燈 這場的入場人數 令到我真的有感而發 因為剛剛那個星期六日 精英杯雙鳥娛樂 在小西灣 都是3點和6點 這場就是 我沒有記錯是 星期六的3點 即是撞了時間 同時間 跟北區撞了時間 是啊 但始終是旺角場 可能大家選擇的時候 就會覺得 雖然小西灣是雙鳥娛樂 這個可以解開一點 即是說入場看球的習慣 雖然小西灣是偏遠 但別人有雙鳥娛樂 但這場旺角場 又這麼近 這麼快腳 但最後 其實二百多人 真的 因為這場是捉獎盃 還有 我打算放在中心點 會怎樣 都會有四五百 我想多了 最後 比較難的 其實我發覺 這些西波 要做利益的市場 即是你不能做大陸市場 你只能做小眾市場 你放在旺角 不代表他的人會多了 反而你在深水埗 即是你的叔叔 阿伯 自己無緣無故看到有球體共入場 他們有個習慣 所以這個賽程上面 Anderson也有意見 很老實說 兩場I week 即是你在國際賽中間 都要搞本地球 喂 大哥 Anderson剛剛兩天才罵中甲中招的時候 原來是你本地球 原來都是這樣 叫自己後腿 也挺煩的 而且他剛剛那星期六天 是十對球都出來了 基本上你要選擇的球隊 你怎樣選擇 只有一隊 就選了十對球出來踢 基本上每一隊 就算出幼幼的青英盃也好 你總會有些球員 譬如據文說 張希賢因為這樣就選不到 但是達瑞就說 我們李文就沒有不讓張希賢入選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到底是安達臣和李文之間的溝通 還是和球會之間有什麼不理解 但是他對於週中 即是在兩個Viva V中間 我踢兩回合 你中間還要抽幾天後踢一場球 的確是有微言的 的確是有影響的 老實說 其實排賽程的天才 即是那一堆 我不知是趕還是什麼 因為國際賽周定好了 可能本身沒有遇到香港要踢兩場 因為這個賽周本身 如果我們不用打第一圈 都是友誼賽 可能本身沒有那麼大壓力 所以就是一場杯賽 但是你的客觀效果就是 沒有人會因為 你中間多了一個星期有球看而開心 因為你球賣又會有疲勞 你星期四星期二又要看 你中間星期六日那些球 其實很多人就是覺得很疲勞 其實我不 我要找女朋友老婆 不用在家人嗎 對 看球 你週中那晚晚上去哪 你不是去看球 你去了哪 去了老懶 接著星期二又說 夜晚又要看 對 球員又累了 其實球員就算有些個別入選不到 無論任何原因 那球會也會累 因為球員出去了 你要照顧現在的球員 你還要照顧出不了的人 即是你用不盡的人 其實你會對整個比賽的質素 打折扣 那一場打折扣 球迷又不是很想看的 玻璃踢來做什麼 行禮如宜 那不如拆掉去算吧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 當刻他就看到 這個星期六日沒有人沒有比賽 有洞 對他們來說已經很厲害了 對他們來說 他們安排賽程 可能就想到 這兩隊沒有任何球員入選 所以就想到 不如把他們放掉 那不是這兩隊那麼簡單 星期六還有兩場雙鳥娛 其實入場數既然這麼低 會不會來竹鳥杯銀牌呢 還未去到四強 都踢一下雙鳥娛 其實你反正都是亂來的 會不會頭場銀牌 就是美場竹鳥杯 反正都是 都無所謂 即是你現在的賽程都搞到亂來的 KFC的統餐 特別呢 講一下 也都可以讚一下 其實既然青鳥杯 現在發展到這樣的地步 都是無所謂的 去到小西灣也都無妨 反正都是無人看的 但是搞雙鳥娛樂呢 亦都可以吸引到一定的觀眾 我先講第一個比賽日 李文就一比一和了北區 那麼入場人數呢 就跟美場都有關係 因為美場呢 就結智對標準流浪 那麼有一定的號召力 也都有一定的競爭性 那麼基本上都叫做前列大戰 那麼結智呢 就二比三就輸了給這個標準流浪 這兩場球的雙鳥娛樂入場人數呢 486人 扣票人數呢 就282人 那麼你說雙鳥娛樂好些 那都是只有萬多元收入而已 那麼這兩場球其實都挺好看的 其實這四場球都挺好看的 那麼我講一下吧 因為兩天我雙鳥娛樂都有入場的 其實就 那麼有些朋友我都看到有留言了 或者就是說 本身是不知道原來80元 是看完兩場的 那就首先先看吧 80元看完兩場就 然後中間呢 那麼其實因為三點開球 那麼第二場是六點開球 其實中間就有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麼去哪裡呢 方便大家 有行去York Donkey嗎 有去吃東西吃東西 那麼就跟好友聚一聚 那麼其實就可以離開球場 那麼跟著就出去吃個飯 那麼再回來 那麼有將那些入場的許可證那些 那麼他的憑票就會認得你是 之前買了飛進來的 那麼但是就是 入場數就比較難計算 因為就始終有些就可能看完頭場就走 有些就第二場才進來的 那麼所以就加起來 就始終到最後 都是有些球迷 四百多人 有些球迷就是第二場才進來的 是的 這個球場呢 的確地點是 其實對於住九龍和新界的朋友都很辛苦 就算九龍東也好 即是觀塘藍田那邊也好 因為 沒有什麼巴士 你知道首先球場的地點就不在地鐵站附近 其次 那麼你要去到柴灣要轉小巴才到的 但是 如果你說直接在巴士去到小西灣那個巴士總站呢 在九龍和新界區又是選擇很少 就算有 都會在沙基灣那邊繞一圈 那邊繞一圈 總之就結束了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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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看這些小西灣的雙鳥娛樂 看這些叫做西波的話 你真的要預一天 基本上你可能12點多 你不是看兩場也要預一天 你看完球出來也要有時間 那就是拍的了 六點踢完 但是 即是 新同感受 我身邊那天看球有位叔叔 他跟我說在屯門出來 其實 有心看你就看了 沒有心看的話 就算不是小西灣 上水 中西區 哪裏都好 你都不會進去看 但是對於我來說 為什麼我會很熱衷想看這兩場 這四場賽事 因為雙鳥娛樂的確真的很吸引 80元的門票票價 也是很吸引 看完兩場 所以加起來還有另外一件很關鍵 我覺得因為 你們經常說 雖然今年增加對數到11隊 但是 可能你又看看 有點悶 場面又不是說 有些 球隊之間的實力差距是懸殊的 但是你在青鷹杯 大家可能多出一些年輕球員的話 大家之間的實力差距又拉近了 加上你又可以多看一些新面孔 對於我來說 不代表大家立場 是很有新鮮感 所以我是很熱衷 我想看青鷹杯的慾望 其實比看港隊更多 所以 李文在第一場球 令人挺意外地和北區 你只看賽果 北區對著李文都可以迫和對手 但實際上如果你有入場看這場球的戰程 就絕對不是賽果反映得出來 李文在上半場都算是挺輕鬆的 贏一球 但是 其實在入球之前 兩隊都踢得非常非常地 可以這麼說 北區擺明就不夠你來 踢下一些拆鞋子球 縮回後 踢下一些防返 但是 李文在沒有了幾個主力之下 真的實力的影響都挺大 大家知道在香港隊踢完第一回合之後 艾華頓就傷了 在上一場球未開球之前 基華利頓都已經傷了 沒有了這兩個前鋒殺手 基本上 李文好像一下子不太會踢 給了一些機會 一些華將的逆風 鄭兆君和張喜賢都很少在李文可以踢到正選 尤其是君仔 很久沒有叫他踢正選 不過可惜 他的表現都是比較平庸 都是沒有了以前的靈性 沒有辦法 幾年前和幾年後 我們對他的評價 我們都要很客觀 幾年前我們大家都覺得 你知道 也是港隊入選的常客 但是近這幾年 可能他一來 上陣機會少了 那個競技狀態又跌了 也可能信心又進一步下降 現在又在陣中的位置又尷尬 又沒有什麼機會出場 這場比賽也發揮普普通通 前線其實就是 阿哥斯達和保連盧 就拉著整隊的進攻線 但是當然 正應杯 當然要講一些年輕球員 沒錯 其實李文有幾個年輕球員 今天踢正選 就是這天踢正選的 就是門長的潘尚熙 然後就是左閘的羅卓熙 以及中場中的許可遜 整體就是三位球員 我覺得又沒有什麼特別的亮眼點 因為羅卓熙在那個左閘 對著北區在右邊的側擊攻勢 又不是太過銳利 那邊就是王力威 或者後邊右閘的張晉軒上來 又不是真的給他很大的威脅 而中場中的許可遜 因為李文本身 那個分工呢 王進浩就是做捷擊 阿哥斯達就是做派牌 許可遜的角色又好像不是太明顯 就是那個功能 另外就是門長的潘尚熙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考驗 或者沒有什麼特別精彩的破舊 失去球保 也就是不關他的事的 所以李文的幾個年青球員 正選那幾個呢 都要看看接下來的發揮 還有呢 灰灰最慘的是 我相信 正英盃的球員 其實有些都有機會可以在聯賽 一會我們會再說多一點 都有些是有機會可以在聯賽 爭一下後備出來 但是李文這幾個呢 潘尚熙 門長 李文有三個門長在他前面 羅掌熙 李文有哪一路 有這麼多選擇 又沒有輪到你呢 許可遜中場中路 顏樂峰 黃威那些又在 迪高那些又在 排隊又沒有輪到你 還沒有計算保利神 是的 保利神也是 所以就 阿哥斯達也不能踢 沒有辦法 所以就 只能夠透過精彩杯的賽事去看他們 至於北區呢 其實反而 有個球員 我想 輝輝也知道我想說是誰 就是叫做有球 助攻的這個18號的戴智謙 出來其實就 幾個活力 還有那一刻的助攻給羅廣威 都是盡顯他在關鍵場面 他的那個冷靜 其實 他那一刻是可以完全自己埋門的 但是他選擇交橫 你知道了 單刀橫傳的東西很忌忌 但是他就看到羅廣威 在一個好位置 就撥給他 射進空門 是 那一刻也要稱讚他 不過說到北區 都可以稱讚一群球員 首先就是阿世榮 都挺神調動的 我自己也很欣賞這個教練 在一個比賽 有僵持的環境下 很膽敢換人 當然北區本身是有這樣的能力 即他的後備也不太差 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剛才阿房剛剛說的 戴梓軒 戴梓軒 就算港威 都是兩個後備出來的時候 就能做到事 但其實我想說 就是在北區未追回1比1之前 其實下半場 基本上就是北區的天下 李文呢 踢得很黏 不知道是否因為 沒有了幾個主力 那幾個青英專員 又不是很多上陣機會 軍仔的表現又很普通 阿哥之達又不是很領導球隊 他在前面 基本上只是靠保連奴一個人自己做 其實保連奴已經是一個高效的前鋒 特別想說這個球員 如果今年李文 大家可以落定一個時間線 如果今年李文能夠獲得聯賽冠軍 保連奴一定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棋子 因為這個球員 無論在後備或是少有上陣 基本上短短時間 他都可以交足貨 給足你 其實你看到他在他前面 譬如在被踢先的人 譬如說傷了基華利頓也好 阿懷頓也好 甚至乎安尼亞也好 這幾個球員已經出現了 但是他在一些緊有機會出來 他都能夠很短時間內交到貨 這場球他開紀錄的入球 已經是今季第四、第五球 其實基本上 那個入球的效率很高 基本上我相信 如果大家知道李文 尤其是基華利頓這些球員 都比踢多 在這情況之下 其實保連奴 就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球員 希望他能夠沒有傷沒有病 能夠繼續健康地踢下去 變了其實 反過來說回北區 在李文入球之後 其實就很想積極反攻 透過兩三個後備球員出來的時間 但竟然令李文風聲鶴賴 其實大家都知道 北區是差不多的 球員又不是特別的 他連自己的首席射手馬徒斯也傷了 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很銳利的進攻點了 但是 都能夠給予這麼多威脅李文 大家可想而知 其實李文 無論是前中後的防守 的確是有些令人失望 要說一下北區的換人調動 因為其實你知道 你看到66分鐘 一換換三個 然後這些位置其實很大兜亂 因為本身 你當一個433陣式 整條後防線 右閘就是張俊軒 左閘就是韋法頓 中間就是柏道搭著葉卓文 然後兩翼就是用林洛勤和王力威 但是 在一換換三個之後 他就將 張俊軒移入了一格 拍著柏道 因為換走了葉卓文 然後 原本的右翼 王力威就推後了踢右閘 然後他就前面 把戴梓軒和羅廣威出來 然後換了朱衛軍 因為他覺得他在前線 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做到一些有特別威脅的埋門 他就試試其他的前鋒球員 然後再用羅曉忠在中場中 其實北區我覺得很多球員的位置都有 貴初這幾場 無論是聯賽還是比賽賽事 都看到有不少球員都先後踢過不同的位置 都挺多的變化 多變 以及靈活性挺高 其實這也是他們能夠彈性地 可以將後備擺出來 立即交貨的一個原因 我記得剛剛第一場球對著進鋒的時間 但他後備換了王力威出來 其實基本上很快就能做到效果 又有羅曉忠 其實大家都不要小看北區的後備力量 即是他一換人 很多時候就可以立即做到事情 這場球我們不說那麼多 因為李文都令大家很失望地和波 但我覺得這個和波其實是李文撿到的 如果北區踢得好一點 其實這場球是輸了 我們又說說第二場球 美場結智對著標準流浪 都令大家挺意外 整體比數 流浪終於可以贏回一場 愛隊 贏結智是應該的 今場我覺得更加有報復 總之就是爭氣 這場球就贏回了 雖然是精英杯 但今季尤其是對流浪來說不容易過 開季到現在 都挺低潮 對 也挺不純 尤其是你一對比去年 你會覺得總是有些東西 卡手卡腳 今場叫精英杯 就先拿結智來發出氣 但是你說低潮就不夠結智 結智比他更低潮 這場的輸球已經是今季 即是連同外隊 冠杯等等 已經第四場輸球 其實很少見結智 開季多久 好像兩個月左右 好像之前和金判軍離開後 其實很久沒有聽過KIM的字 對 但這個KIM就是另一個KIM KIM東進 還有我以為你在說阿信玉 信玉進入也沒有機會進入 但是這場球我覺得 結智正正是其中一隊 受害於國際賽賽奇 出了重要比賽的球隊 因為他有九個香港隊的球員 都出了外隊 基本上 平時我們說李文洋直居 他基本上居馬炮洋了 能夠用的人都擺出來了 根本他將很多的年輕球員 要臨時臨毅壽命提升上去一隊 有些是踢正選 踢正選就沒有的 就是踢正選的 譬如馬菲、袁振謙那些 其實本身金志健那些 本身都是在一隊 但是他要提升一堆球員 去後備席 有些都換了出來 稍後再說 但是最慘影響得最深的就是 一堆球員 給代表隊征召也算了 就是有很多球員 都是踢一些他們不擅長的位置 辣坑 柴里斯角和他中堅 柴里斯角和他中堅 踏著金志健 這個組合我相信 都有金金無奈世話 也挺災難的 然後右閘就用鄭展龍 然後袁振謙其實踢那個位置 我覺得是有點模糊 就是踢那個433的8號位 走動要上上下下下 好像不是他自己很擅長的 前面就有幾個外援扔著 欣查基爾頓和米基爾 那樣 確保結智有一定的功力 但是你這麼殘缺不全 有這麼多新人侵下去 最後我覺得反而輸 都有點無可奈何 好像街場跟隊 今場的感覺 你看到他們的位置感 我看精華 或者說真的 但是看見他們都出了很多事 就是輸了一些位置感 整天都很明顯 他踢不慣這個位置 或者他完全沒有默契 他的隊友會做些什麼 在傑智身上看到這些球 都真的幾少見 幾球球都關於金仔事 不是金信玉 是金志健 都是姓金的 我覺得今場 其實某程度上 對年輕人都有點 都很慘 都很慘 其實說真的 你在傑智做年輕人 有幾個有得出 但一出來你就輸 那負責的就是你 有些人又會說 傑智你又說 香港青分第一 什麼什麼 你出來後 精液杯又輸 出一些年輕人 我們負責的 這件事是 客觀效果出來 是很不幸地令年輕人 要承擔這個效果 還要是一來就馬上懶惰 因為其實我實說 流浪就擺明 相對來說 流浪的陣容就差很遠 對面就只是沒有了 誰呢? 沒有了阿凱 阿凱 連Fagor也在 Fagor也在 基本上流浪就很完整 反過來傑智 沒有了九個香港隊之外 大家不要忘記 在這群球員以外 本身傑智都有點沉淪 再加上就是伊高沙特尼受傷 然後前面兩個前鋒是啞火 那個中堅就入錯課 中間那個 特別交時間給阿凡講一下 你在貴初很喜歡的 很期待 很期待那個中場 大家都糾病了一輪 又交給你講一下 是啊 這個真的看錯了 沒有辦法 奧娜斯 因為牌面 真的他的級數是最高的 以及以往效力過 經歷過的球會和賽事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 我也知道 大家聽回《季前前前前》那集 我也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就是 他始終近一兩年 在意大利第四級別聯賽 第四級別聯賽 以及 的確經歷過一些傷患 誰知道來到之後 你真的覺得他暴頭又重 然後身又流浪 我甚至覺得 你說論非洲中場中的球員來計 他跟當年的古拿 古拿也比他還好 斯素高呢 斯素高 斯素高是高峰已過 勁過 斯素高也叫 斯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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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想到古拿 因為古拿其實還是 今時今日 在國家隊 古拿還有機會可以進船 但是 很明顯來到香港 你現在回想 古拿也輕盈過 現在的奧拿斯 那時候流浪簽過的尺度基奈亞那個呢 斯蘭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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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蘭當拿的風格和他的踢法 有些斯素高的感覺 又是巡迫馬那些 大鋪推那種 所以奧拿斯和 奧拿斯是又肥又矮 現在 只剩下大番薯一樣 穿著一件藍色衣服 在中場 又肥又矮就像一顆馬體一樣 你看到他又很亂盡 不知道 在頭上惡 你又找不到隊友 這個是挺失望的 我常常覺得 其實一對球 我們就不喜歡 做打落水狗的 老實說 潔子這陣子的確是沉的 一沉的時候 那些問題就浮現出來 你相信的時候 我有個好的球員 一個人可以拯救球隊 好像去年 當阿丹欣還在那裡的時間 潔子也有很多場合 這種比賽 但是往往是重要的時候 他就把球送入龍門 贏了球 但今天就把問題蓋過了 其實我常常說 其實潔子這兩年 沒有了整個中族線的三個球員 前面沒有了丹欣 中間沒有了巴爾拿 後面沒有了阿桑 其實這次 黃陽也沒有了 真是可憐 所以我們不說那麼多潔子 因為始終這個是精英杯 我們交給阿房說一下 潔子的青英專員又如何 潔子的精英專員 肯定是被流浪比下去 也理解的 因為很多都是剛剛提升 一對無奈 金志健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認可他的天賦 或者他的身體條件 但是在一些預判、落點 或者防守的判斷 都仍然有很多的無平 但是這場我不敢說 因為他的中間拍檔 本身都不是踢在這個位置 也可能在操練上沒有夾過的查理思角 所以你說論整個防守體系 都可能影響了金志健這場的發揮 據問查理也有些問題 可能不久的將來 他除了結婚之外 都未必會再什麼 到時自己看 但是因為整條防線 剛才我也掃漏了 右閘用了鄭展龍 本身也是少看這個位置 但是左閘那位 伊卜拉伊木庫爾班 其實都是極少上載 對 大家看看防線 他的什麼拍檔 本身踢開正選的埃里奧羅蘇 以及本身還有歐洲的中堅 班長司機 全部都不在 現在出來就是一個辣間的查理思角 你要他鬥著金志健 還是金志健鬥著他呢 真的很慘 很難怪一個年輕球員 查理說一萬年都沒有踢過中堅 所以除了他們 除了金志健之外 袁振謙我剛才說過 因為他始終都是 我想想踢一些比較前一點的位置 進攻多一點的位置 他這場就要鬥著 退後一點 又跟其他幾個中場球員搏腳 做串連 就不是太適合他 所以他的發揮也是平平無奇 左翼的馬飛也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突破 相比對面流浪的趙正宇 厲害了 你知道我會形容他是誰嗎 是 何正宇 不是 我覺得他的髮型 首先是令到我非常印象深刻 我就會形容他是香港道德偉 哇 厲害了 誰來我還沒出生 哈哈哈哈 即是八九十年代那些 立起了那些烹頭 或者就是那些 Divic Bowie那些 那些 那個髮型很復古的感覺 復古不是負面的評價 我覺得 首先你起碼髮型吸引到我 其次踢法也很生 介紹一下劉浪幾個又又來 要啊 劉浪幾個年青球員 即聖筋杯的年青球員 集中都在左邊那條線 左閘就是龍志軒 左翼就是趙正宇 龍志軒之前都看過他 都不是第一次在頂級聯賽上陣 那這個左閘其實是挺硬的 那些出腳也不錯 譬如我三分二十九秒有一球 我也特地錄下了 就是他在左邊 那一刻落腳是很準成的 然後其實入球那一球 即是劉志樂入球那一球 如果你記得的話 整個進攻過程都是經過龍志軒 再加上趙正宇 因為就是趙正宇的邪線給龍志軒 然後他就完全被劉志樂射入 所以這個華人的攻擊組合的入球 對於劉浪也是相當之有鼓舞作用 這兩個球型 這兩個年青球員的發揮 令到我都是覺得相當可人的 香港華敵 叫做 生日入球 對 道德偉做工 華敵 這個組合的確是過癮 劉浪很快入球 12分鐘已經打開記錄了 但是始終對面也有個米基爾 其實米基爾的入球也是絕對高效的 大家看到在季初的亞科環境下 其實米基爾做了繪子手 我記得上一場球對著進鋒的青年輩 都試過上一場已經入三球 這場球也是他梅開爾道 幫對球追平 透徐梅開爾道 他幾下死球 他真的進攻範數是多的 能傳線射 有死球又有教砲 剛才輝輝跟Ringo說 這段結子這麼艱難的時期 都要靠中前場的球員 能不能挺身而出球 我對他跟欣茶的寄望就會比基爾頓 因為基爾頓年紀都大了 而且基爾頓是打亞冠 留回去亞冠 他是亞冠專員 所以踢聯賽他是差一點 繼續靠米基爾頓和欣茶 欣茶很多得如其內的後腳 或者第一時間彈給隊友的One Touch 是頗賞心願目的 說回流浪的幾個年輕球員 除了左手邊這兩個之外 還有滿章 陳冠生也是第一次在頂級聯賽量上 流浪真的頗厲害 年輕龍門每個打得出來都像樣 計算在09少奇之後 原來做過第三號也不錯 你說要爭在聯賽的位置就比較難 不過這場精英杯 也有一個小插曲 大家真的沒有入場就不知道 因為當日我在完場之後 我就在場邊 接著就看到陳冠生和他媽媽相容 然後陳冠生就留下藍兒淚 很激動 我猜測 第一場球 第一場職業 兩樣東西 第一場球 他覺得可能 夢想成真 還有第二樣東西就是可能 因為入的第二球球 其實他就 就是說其中一個失球 他是有責任的 應該是失第一球那一下 因為他就是接應各球 他就判斷那個球的落點 就有些失漏 被米基爾頂入 錯了 結果就被遠處的米基爾 就頭脫一脫頂音 就頂入了 可能他也有點怪責自己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的評價 一定是合格的 因為始終第一場的下場 還有球隊以贏球為依貴 個人表現來說 除了這一下之外 當然下半場有一下 差點被欣茶偷到 但是譬如部分撲接的手法 或者把關的穩健感 還有就是在後場 都有一一下 嘗試吸過米基爾 大家入場就 可能看重播有機會都會看得翻 這幾樣東西我都覺得 第一次下場 算是很好的了 所以合格的分數 其實劉浪那兩個 剛才阿芳大讚的年輕球員 是很有潛質的 其實之前 我記得幾場球 他們出了一些有的時間 已經令大家眼前一亮 所以大家如果在青天杯的時候 特別看劉浪可以留意 剛才說的那兩個球員 龍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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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趙正宇 還有後備落場的 其實有幾個陳耀祖 不過陳耀祖我們大家都認識 還有其實在保持階段 也換了一個球員 下來就是梁海俊 不過那兩三分鐘就沒有特別 不知道有沒有碰過球 我也沒有印象 但整體來說 劉浪贏球 Mingo 是絕對合理的 總結之前 特別要講第三球 為什麼呢 因為神田射入了智勝入球 又是阿鵬 大家都說他真的是王震鵬黑星 剛之無愧 阿鵬基本上 神田射佛球已經輸了一半 但那球也挺漂亮的 彈地又被遮遮了 不過沒有 都看得出阿鵬這個年輕人 打青鷹杯其實都 都有點潛質 都真的高峰已過了 不過是結智的 低潮 他們的低潮 不只是現在在場上 踢的那群年輕人 他們不單地回到不行 所以其實就是 大家為什麼經常說 信不過那群年輕人 你這樣的表現 的確很難被你擾以大任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場半場球 就已經定了死罪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踢大會的年輕球員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就是你少數機會去表現自己 你一出來就要交到課 否則你很難站穩正選 好像剛才說 金志健 我們經常說他狗餅 又說幾球十球也有關係 十二萬球球 就是他老莫出腳就輸了 但是其實 這個年輕球員給了很多機會 我看到有幾場球 都是找找金志健 金志健 是拍攝之前的羅蘇 試過拍過艾利奧 其實有好幾個大佬比賽 但是暫時來說 看了很多幾場球 就沒看到這個球員 有什麼漲足的進步 除了身形好之外 暫時的羅蘇經驗還是差一點 不過沒關係 你說阿Q精神也好 當然要看球員的滯魚 但是始終還是年輕當大 所以我們的評價 我又不會說太過窄地有聲 就是狠批划 一定就是永無翻身之日 那些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有的事 大把時間 大把青春 反而我覺得 我補充多一點 輝輝 年輕球員 即是精盃上場的球員 都要想多一點 到底聯賽 以及現在球隊陣中的地位 金志健 我覺得他仍然都是 譬如你說在其他杯賽 或者聯賽 都還是有機會做一下後備的球員 但是譬如後備下半場 下到來的兩個球員 楊卓君和劉宇浩 這兩個都是 極致叫做 臨時提升上來的一隊的球員 是 這兩個我想 一旦 如果主力回歸隊的話 他們應該是後備直 看到他們的機會 都不是太大 是啊 沒辦法 其實大家要留意 極致李文也是 在這兩場青春杯賽前 不知道半日還是一日 才提升 擺明就是 拿來坐在後備直 那裡 很明顯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的 好了 講完這兩場球賽之後 第二個比賽日 大埔就在青春杯的頭場 就二比一贏了港會 南區就跟東方 踢成二比二平手 兩場球都大手交易 入場人數三百八十八人 其實收入都是低的 九千多元 一皮都沒有 這個青春杯 我想大家都有一種感覺 快快手踢了他 踢了他就算了 不要說雙鳥娛樂 他們恨不得一天四場 四場一場 大家分享 那浮江村搞不就行了 有這麼多個場 其實四場不就不行 之後 下午早一點 兩點一場 兩點四點 六點八點 可以嗎 就接著踢 再不是浮江村的最好 兩個場平排 一起踢 一起踢 一眼看完兩邊的場 那你可以做一個一天圈 基本上是整個青嬰 加上小西灣 那就軟了 如果你住得軟 可能11點出發 晚上11點才回到家 正 正啊 我一定看 那我們講一下大埔和港會 大埔就 阿強仔又入球了 很好運 真的很好運 因為不只是這場 在聯賽你也看到他 因為中偉強始終上季 是的 有不少的傷患 而現在復出 其實大埔中前場 你說有經驗的華人球員 他們是有的 就是中場中 你也看到有陳少軍 陳曉峰這些 另外邊路呢 其實中偉強 他最擅長的地方 就是 他那些 在壓入禁區邪直線的那些步位 是真的 往往都被他們 往往都被他們 報到一些好的位置 時機 出現在正確的時候 就是在正確的時候 出現在正確的位置 那麼這場呢 有一個亮點的就是 在那條線呢 鍾偉強和那邊港會的右閘李俊賢 那個大鬥法是 鬥得挺難分難解 是的 那天天比較好一點 沒有那麼熱 大埔終於沒有人中暑了 是的 又不用大埔踢了 是的 但是看到港會 先說一些港會 其實港會很明顯 跟一些中下游球會的取態很相似 就是一些杯賽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鬥心 就是基本上 你看到 其實港會上一場 就輸了給深水埗 今次來到青青杯的話 其實那個戰意也是很低的 因為看到那群球員 其實落場的時間 找少一點踢 本身正選的人 都不是特別厲害的 那麼再出現後備 基本上 大埔只要發揮得正常一點 其實贏是正常的 不過我覺得這場大埔會贏得不夠多 如果他把握得好一點 其實不止兩球 是的 下半場也算佔了很多優勢 你說到青青杯 一定是講一些年輕球員 大埔有什麼年輕球員呢 相對就會比港會熟悉很多 門將林志基 然後後防右閘的郭俊樂 以及中場的中的黃衍心 幾個球員我覺得 和剛才我們說的李文 有點相似 沒有太多的兩眼點 其實黃衍心我們就比較陌生一點 都是中場主力做破壞 還有做跑洞的工作 大埔這件事我覺得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華人球員 有很多都不是很起眼 但是踢法很實際 很勤力 黃衍心就是其中一個 另外譬如馮冠明 陳曉峰那些 全部都是一些實而不華的球員 郭俊樂也是 所以這些球員勝在有一個好處 他是挺有效率 挺公兵的球員 所以如果真的你覺得 整隊球的結構 後防有幾個巴西中堅 其實整隊球前中後三線 那個脊骨位都是要靠巴西外援去扭 其他的華人球員 按於做一個配角的身份 這隊球其實都 都是一隊風格實而不華 又是效率高的球隊 沒錯 所以其實贏港會 都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港會呢 港會有什麼優又可以值得介紹 港會呢 有時候我都被他氣死 這隊球呢 你要知道 他們在社交平台 基本上透明度不太高 有些新加迷的球員 新面孔 基本上你不會夠 簽了你也不知道 對 簽了你也不知道 這場有兩個 老實說我真的沒聽過他的名字 看看觀眾朋友知不知 門將的邁亞 還有中堅有一個叫費利皮爾 那門將的邁亞 菲利皮 這個就是Felix Peres 如果我譯的話 就是菲利斯佩雷斯 但anyway 這個一會兒譯名 有機會再講 邁亞是一位35歲的門將 是法國人 曾經是踢過斯特拉斯堡 就是跟車路士有莫大關係 同一個老闆的這家人投會 我看過 芝拉華特也踢過斯特拉斯堡 應該是不同年代 我翻查過他曾經是一場法國杯 做過後備 但首先 他什麼時候來香港 不知道 他來到之後 之前效力給什麼球會 我看不清楚 踢了也不知道 可能他一直都住在香港 本上 賣法包賣了很多年 可能港餅、港月曾經出現過 就是我們季前講港會的時候 有些球員可能在友誼聯賽找過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踢友誼聯賽 就是我肯定 在聽節目的朋友 有些一定知道賣 是什麼來頭 是 因為他可能在港會工作 或者是在附近居住的 或者是身邊的人 但anyway 就是港會的門將 現在都是正印 都是廢查 他的把關技術一般般 雖然你說好像35歲 很有經驗的老將 但是不是這樣計算 始終是在踢頂級聯賽 沒錯 中堅這個就要留意了 輝利皮爾是一個年輕人 02年出生的年輕人 是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這樣的身體對抗性 中堅就跟劉鶴銘、周梓謙 或者是非道化這些去爭 可以爭爭 可以爭爭 還有就是李俊賢 李俊賢剛才有說 他也是精英杯的年輕球員 但是他上季在U23 香港U23是踢防守中場 這一場他是踢右閘 也是一個今年來到港會的 年輕的華人球員 反而最後這兩個 都要重點介紹一下 因為 莊文力這個右翼 和中場中的加斯特夫 其實是港會的一些貴錢 你都未必知道 原來他是港會的球員 但是這兩個球員的 個人能力都不錯 尤其右邊的莊文力 今季入過球 對深水埗那場 速度快的 有一定的踢快 有一定的侵略性 加斯特夫 就是中場的玩家 所以這兩個球員 如果你今季未能看到 這麼多港會的賽事 就記下這兩個球員的名字 好 接著我們又快快說 最後一場 南區 就跟東方 踢成2比2 平手 這場球員 都看到東方和南區 就是我之前 做節目之前 或者看季初的預測的時候 我也以為 南區 今年應該比東方更加好 但是 尤其是現在 踢右右背 出了三個年輕球員 其實踢下去 還人好像差不多 我喜歡 東方 這集 其實我有一個 重點推介的身世 就是出現在東方 就是誰呢 就是這位 什麼號碼呢 先看看 左翼的吳宇熙 31號 OK 信我 勁過吳弱熙 勁過吳卓熙 勁過吳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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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勁法呢 怎麼勁法 唱歌嗎 不是 你真的要聽我說 怎麼勁法 其實我第一次看他 他在這個夏天的香港U18對著萬聯U16那場表演賽 嗯 那天他是踢左翼的 新穿10號球 這個很有印象 那當時已經對他在前線 在左翼那個盆扭能力 嗯 還有他那個決心 上腳那些小技術 很印象深刻 但是這場呢 其實就不是他第一次踢正選的 之前對著 沒有記錯 深水埗那場他都有踢 但是這場 他的發揮遠比那場優勝 一個年青球員或者一個逆風 你什麼時候 你怎麼覺得他是天才橫日呢 就是 那你就知道 年青人一定在決定上面 就是 鍾前場的決定上面 是有一定的 不差的嘛 那但是他 除了你說落底線之外 兜大位 什麼時候落底線 什麼時候兜大位 什麼時候跟他做配合 什麼時候他自己做埋門呢 這個我覺得他那個 自己的判斷是 很 成熟 成熟得來 那其實你見 第一球 就是 開球一分鐘 我已經看到他 或者就是有時候 什麼時候交一些 有滲透性的直線 其實你看回這場球 推介大家留意這場球 上半場他的表現 他分幾兩分鐘 已經交直線給隊友 或者就是嘗試交直線給隊友 然後他五分鐘就落底 然後落底之後 我看了他兩隻腳的綜合能力 他落底線之後 能夠用到一隻左腳 他把全中波彎彎彎 這位球員其實 有很多範疇 還有整體踢法 或者是 那個級數是幾全面的 以年輕球員計 是幾全面 十七歲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東方接下來 又有杯的 左閘 右閘 左翼 當然 聽說 還有馬熙衛 馬熙衛 還有前面王豪進 所以其實三個 前面四二三一 那個三 基本上全部都是年輕球員 好了 孫敏有很多左腳 對 有很多左腳 所以你可能會說 下場如果你看他的時候 可能他表現不了 但是 或者 球員呢 這一刻 我想不是只有我們在評價 他有這麼好的表現 教練團隊 或者球迷 對他開始有期望 而年輕球員 也可能會感覺到一些壓力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 你出來已經設定好 基礎 有一個這樣的平台 讓大家看到 原來你的能力 是去到 這麼超長 這麼突出的時候 那你這個時候 怎樣可以保持這個表現 和保持有連貫的發揮呢 接下來就是一個考驗 嗯 那這場球 我唯一稱讚南區那邊 就是他們的韌力都是非凡 其實呢 如果 叫做東方這樣的表現 對著中下游 基本上其他球隊都追不到 但是呢 南區呢 叫做有一定的實力 那麼 他們受制於這個香港隊的徵召 也相對影響低一點 那就是唯獨是高營智 就入選了香港隊 那其實除此之外 基本上他們的 叫華 那除此之外 他們的班底的影響不大 那相對呢 就 肥棒又適合 其實這場球呢 雖然入球那個不是他 但是呢 其實 南區呢 都給了一定的壓力 給東方 到最後呢 都憑著他們的韌力 可以追回成二比二 我覺得這場球 和球是非常之合理的 因為呢 東方呢 他是踢得不錯 但是呢 始終那班人的經驗 都不夠南區那麼好 是 其實就是 軍勢 你說年青球員呢 南區其實幾個都大家都很熟 反而未必需要很多介紹 因為 五位謙也好 陳洋彤也好 都不是港超的新人 另外其實陳奧軒 之前也有介紹過 在潔志 或者就是南區今季都入過好球 所以整體來說 還有趙聰吳 趙聰吳也很熟悉 他是唯一一個我覺得 定位比較尷尬 因為挖在右手邊 我覺得就好像 不是很適合他的發揮 所以看看 未來的位置上 他會不會有機會 但是中場中 始終是多人選擇 所以他可能要 遷就隊友 就放在右手邊 但是很明顯 就真的不太適合他的風格 是 我們這一集 就跟大家講了幾場 受制於國際賽賽賽期 而影響到表現的球隊 他們也用了一些年輕球員 講完一群年輕人 究竟大佬出在外面 或者在這個主場 對著北丹鐵 我們下一節 很快就和大家再講一講 好 待會見